Steam Deck是Valve推出的一台掌上游戏PC 号称是史上最强的游戏掌机 它有游戏掌机的界面造型和定价 但实际上却是一台完全开放的电脑 它运行Valve自己的SteamOS系统 底层是Linux 甚至只要你想还可以给它安装Windows 上次开完箱之后我们留下了很多问题 Steam Deck的游戏性能到底有多强 能玩什么不能玩什么 按键布局怎么样 SteamOS好用吗 国内使用环境友好吗 因为上海疫情我被迫待在家里好几天 虽然不能带它出去玩 但我做了很多测试 把Steam Deck从头到脚体验了一遍 我终于得出了我的结论 Steam Deck的包包当枕头还挺好睡的 Steam Deck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表现完美 但它可能跟大家预想的随身Steam库不太一样 Steam Deck这个大砖头可装了不少相当厉害的硬件 屏幕是一个1280x800的触摸屏 上下一节刚好是720P 亮度是400尼特 色彩对比度都还行 总体来说无功无过吧 玩游戏的时候风扇的音量不大 哪怕是复合高的3A游戏也不会有笔记本那么吵 不过风扇声音的频率有一点高 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挺烦人的 一般这种时候我都会 两个扬声器的方向是直面玩家的 音质非常好 尤其是人声很清楚明亮 甚至还有一点点低频 绝对是我用过的掌机里音质最好的 说起来 Deck其实并不是Valve第一次尝试做硬件 过去还有过电视盒子Steam Link和手柄Steam Controller 这些产品算不上成功 但也给Steam Deck的软硬件奠定了基础 比如Deck两侧的触控板 很明显就是继承自Steam手柄的 它被放在手柄的中心位置 能感觉到Valve非常重视它的存在 但它也让Deck非常臃肿 这个触控板可以滑动 点击 也可以像按钮一样按下去 当手指在上面滑动的时候 触控板就会给你一次一次的轻微震动 有点像在一节节拨动齿轮 震动效果不算细腻了 就这个马达 同时也承担了整个手柄的震动反馈功能 玩游戏的时候震动的还是它 这个触控板我最在意的 就是它是否能够完全代替鼠标 默认状态下 左侧触控板被配置成游戏里的四个按键 右边的是当作鼠标或者控制视角来用 当然如果你不满意Deck为你预设的配置方案 就比如我玩文明6这样完全需要鼠标的游戏 就需要动动脑筋自己改配置 至于上面这些的常规按键 摇杆 方向键 ABXY按键 扳机都非常接近常见的全尺寸手柄 后面的四个背键我原以为最重要的作用是手柄红编程 没想到其实是键盘映射 代替键盘上会用到的字母键 Escape 回车等等 这样可以弥补正面的按键不足 或者有玩家提供更多自定义按键的选择吧 摇杆有一点很神奇 它的表面是有触控感应的 可以感知到上面是否有手指 在有些游戏的默认设置下 把手指放在摇杆上 可以触发陀螺仪功能 方便某些游戏精确瞄准 这些按键一起挤在上面 确实需要花时间来适应 但是大概也就花了我两天时间就习惯了 现在已经对我造成不了什么影响了 还有重量 669克的Steam Deck 比Switch OLED还要重一半 不是不能锯 就是锯不久 当然比起这个 还是它的宽度对我的影响更大 像我这样习惯Joycon尺寸的小手人类 绝对是需要桌面或者是膝盖支撑的 但对于大手人来说 反而刚刚好 现在让我们拆开看看 Volv比现在很多电子设备厂家 都要优秀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很公开透明 整个Deck只由常见的十字螺丝和卡扣固定 没有胶 没有焦 把维修的权利完全还给消费者 比如虽然Steam Deck的三种型号差别只有存储容量不同 但存储并没有焊死 只要动手能力强 64GB也可以自己换上1TB的SSD 但是各位拆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先把MicroSD卡拿出来 不然就会变成这样 很多朋友担心的摇杆飘移的问题 Volv也是这么解决的 Deck的整个摇杆模组是一个单独分开的零件 方便它在漫长的生命周期里更换维修 Volv甚至说有可能会向普通消费者开放购买维修零件的方式 所以摇杆飘移不用特别担心 接下来我们说说大家期待已久的性能 不论是哪个容量版本的Steam Deck 处理器都是一样的 集成了4核8线程Zen 2 CPU和8计算单元的RDNA2 GPU 最高功耗15瓦 最高算力1.6Teraflops 是AMD定制的SoC 这也是Steam Deck硬件和市面上其他Win掌机相比最大的优势 大部分Win掌机因为出货量小 没办法定制芯片 用的都是轻薄本芯片 特点都是比较强大的CPU 集成一个勉强能用的GPU OneX Player是这样 Aya Neo也是这样 但这就和游戏机的定位有些矛盾 因为运行游戏一般是需要GPU越强越好 CPU够用就行 Volv就利用了自己的大厂优势 像主机厂家一样 定制到了市面上没有的SoC 用上了和次世代主机相同架构的CPU和GPU 我比较了4款Steam游戏在三台掌机上的不同表现 和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X86集成显卡 Intel Xe和Vega8 Steam Deck在15W的TDP里 基本都实现了其他掌机1.2到1.5倍的帧率 可能很多人对这两台掌机的性能没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来拿Switch和PS4来做参考 在上面同时运行怪物猎人崛起和战神 试试看 崛起 Switch版在掌机模式以540p运行 帧率30 Steam Deck800p原生分辨率 高画质 抗锯齿 稳定60fps 阴影 贴图质量和渲染距离都比Switch版提升很大 整个游戏在Steam Deck的小屏幕上看起来非常锐利漂亮 丝般顺滑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同样是64GB的容量 Steam Deck的定价只比Switch OLED贵50美元 Steam Deck和PS4版战神的表现就更旗鼓相当了 PS4能以1080p稳定的30帧运行 而Steam Deck也能在720p牢牢锁定30帧 画质设定与PS4版几乎一样 这太牛逼了 也就是说 Steam Deck在GPU性能上可以约等于一台掌上PS4 而且它的CPU内存和硬盘速度都要好于PS4 所以只要PS4能以1080p运行的 PC版的优化又没有什么问题的 Steam Deck都可以以同样的画质和帧率在720p运行 只用PS4五分之一的能耗 在Deck上 爱尔顿法环这样刚刚推出的3A大作720p 高画质30帧 无主之第三 800p 中画质60帧 生化骑兵无限 800p 高画质60帧 生化危机村庄 800p 60帧 完美 当然这些PC版的3A游戏 每一个大小都很夸张的 我额外买了一张512G的MicroSD卡 也很快装满 说到SD卡 我不知道Valve是用了什么巫术 是预缓存还是什么的 Steam Deck从小小SD卡的读盘速度 竟然没有比从SSD直接读取慢很多 最多也就慢个十几秒 要知道MicroSD卡 最多也就100多兆的速度 相当神奇 把掌机拿在手里 本地运行这些游戏的时候 我真的有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没想到现在 我真的能把这些庞大的游戏 拿在手里带出门 这些一想到 就觉得无比吃性能的游戏 在这台相比之下 小小的Deck上运行 稳定 顺滑 流畅 真的很厉害 讲完了Steam Deck无敌的硬件 软件方面的情况就有一些复杂了 Deck的系统是Steam OS 是Valve专门为Deck设计的 定制版Arch Linux操作系统 Valve希望它在保留Steam 基本功能的情况下 提供像掌机一样傻瓜的体验 同时还允许那些愿意钻研的玩家 把Deck折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但实际上 Deck在具备了主机和PC的优点的同时 也产生了他们俩都没有的缺点 整个庞大的Steam库 看起来是个很大的卖点 却在兼容性上背刺了Deck 我们有表吉里的说 首先 Steam Deck基础的用户系统 和Steam商店很接近 可以同时登陆多个用户 授权借用库之后 库里的游戏可以共享 也可以进入离线模式 冰存档和PC是同步的等等 整个UI很像进化了的Steam大平板 跟其他Win涨机比 有非常多值得夸奖的地方 所有菜单的每个角落 都可以用手柄控制 没有地方是一定需要触屏的 而且大部分时候 前后的逻辑都比较清楚 机身正面的Steam键和省略号按键 我们会经常用到 而且很好用 Steam键会导航你去库 商店等等页面 有一个小功能我很喜欢 在游戏中 按Steam按键 可以直接在这里彻底推出游戏 不需要在游戏菜单里 一层层选择 相当于一个ALT加F4 很像主机 很好 而右边这个快捷菜单 除了常见的亮度 音量 飞行模式 里面还藏了一些 非常方便的功能 在这个性能页面下 你可以直接调出 系统的运行性能图表 从最简单的帧率是多少 到整个温度 耗电量 再到超级详细的 全部系统状态 一应俱全 这对我们了解 Deck的运行状态 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调整游戏的表现 都会非常有帮助 虽然Deck的UI 有很多贴心方便的小细节 但要改进的地方 还是有不少的 最让我心烦的 就是这个商店 划过100个游戏 找到一个感兴趣的 点进去一看 退出来 竟然就直接回到了 列表最开头 太弱智了 刚刚我们说到 Steam Deck允许用户 快速调出运行状态的 详细信息 这个界面 你可能真要经常用到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 调整续航 Steam Deck官方给出的 续航时间是 2到8小时 这个范围之所以这么大 就是因为 它把续航时间的决定权 也交给了你 Steam Deck的电池容量 是40瓦时 算不上大 如果芯片满负荷运行15瓦 加上屏幕 风扇等其他零件 整个系统的耗电量 最多可以达到25瓦 简单的数学题 40除以25 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续航 但如果我打开 性能界面的高级视图 这里有非常详细的 系统级调整 全局的帧率限制 能耗限制 甚至GPU频率限制 全部都可以设置 给生化危机村庄 加上30帧的帧率限制 续航就从两个半小时 增加到三个半小时 降低画质和分辨率的话 还能提升更多 当然相应的 我在打开一个新游戏 开始玩的时候 总是免不了要调试一番 不过这也是Steam Deck 作为一个比较开放的平台 带来的好处吧 你可以自己权衡画质表现 和续航时间的优先级 还有一个 也是Linux带来的好处 相比Windows Steam Deck 有非常好的睡眠和唤醒速度 以及极低的睡眠能耗 我的Deck在睡眠状态 大概12小时 只消耗了4%的电 当然 Deck采用Linux 最大的问题 很明显 就是游戏的兼容性 跟Steam Deck 这个名字暗示的不一样 它并不能够玩Steam的 所有游戏 反而有一个兼容性列表要看 因为Steam上大部分的游戏 都只有Windows版 哪怕有原生Linux版本 一般优化也不怎么样 Volv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 一个名叫Proton的兼容层 Proton已经存在很久了 由Volv和Codeweavers联合开发 专门帮助Linux 运行Windows游戏 从2018年到现在 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尤其是性能上的高效 我们之前提到 Deck超强的游戏帧率表现 都是通过Proton实现的 非常厉害 但Proton远远不够完美 简单来说就是 能运行的游戏千篇一律 闪退卡顿的游戏 却各有各的原因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Volv为所有游戏 给出了四个评级 通过验证 可玩 不支持 和未知 第一档 通过验证的标准比较高 凡是满足这个标准的游戏 基本上都能以默认设置 流畅运行 不强制要求 换出键盘输入 文字可读 战神 法环 极乐Disco 古剑奇谈 都属于这个类别 可玩这档力的游戏 之所以不够完美 那就是各有各的原因了 其实很多在进入游戏以后 我觉得他们表现 也能算是完美 循环英雄 需要模拟鼠标和键盘 极限竞速地平线5 则需要额外登录微软账号 三宝红高2077 需要手动调整配置 才能流畅运行 第三档是不支持 那就是真的不可玩 最后一档 不知道就复杂了 这个类别里 大镖克2 生化危机村庄 怪物猎人崛起 都运行的很流畅 但怪物猎人世界 第一次打开没事 第二次开始就一直闪退 重新安装才解决 截止至3月15日 Steam Deck的非常合适和可玩 分别是662个和587个 751个不能玩 我测试下来 大部分游戏不能运行的原因 只有少部分是因为游戏本身 大部分还是因为游戏自己的启动器 尤其是R星启动器 最大恶极 或者是反作弊插件 不能正常联网或者运行 大家如果好奇 自己想玩的游戏能不能运行 可以看下面粉丝制作的网站 统计了Steam都认证了什么 如果搜不到 说明就是不知道 可以去ProtonDB碰碰运气 那里是用户维护的Proton兼容性表 然而上述这些 都还没有考虑到中文玩家的情况 因为Valve做的认证 全是在非中文系统下的 有的时候游戏内的UI 如果是英文的 那就能够看得很清楚 但如果换成了繁体中文 那就看得不太清楚了 这种情况 在文本量不大的游戏里 反而更加常见 因为那些依赖文本的游戏 大多可以调整文字大小 不太存在可读性的问题 另外 有的时候切换语言 也会对游戏造成麻烦 文明6标注的是可玩 可是我前两天死活打不开 结果我在Steam里 把游戏语言改成英文之后 游戏就成功打开了 往游戏里 还是中文界面 这类找不到原因的兼容性问题 频繁遇到 更不要提 因为很多反作弊软件 不支持Linux 所以很多网游都运行不了 这个小例子 其实只是想玩Steam Deck 不得不经历的烦恼之一 这么说吧 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只能玩600个认证游戏的掌机 那它还有很多潜力就被浪费掉了 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能玩6万个游戏的PC 那你会发现你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很多 学习解决各种兼容性问题只是一个开始吧 确定好了想玩并且能玩的游戏之后 我们还得关注它是否流畅 我在Deck的原生系统上成功安装了Epic商城下载了师傅 Steam Deck运行师傅的帧率和画质很棒 但每次进入新场景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卡顿 这是PC游戏和一些游戏模拟器非常容易遇到的问题 二灯法环首发的时候 哪怕在3090上也会有类似的卡顿 究其原因普遍是着色气编译的优化没有做好 在Windows上这可能是开发者的国 在Linux上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但在我这个小小的Deck上 玩法环竟然根本不卡 背后原因令人感动 其实Valve利用了自己Steam商店和Deck主机的优势 自己对游戏搞了有点黑科技的优化 虽然PC的硬件组合有千千万 但Steam Deck是固定的 所有Deck的配置一样 所以需要编译的着色气缓存也就一样 Valve就在他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把玩家运行游戏需要的着色气渲染好 以Steam商城更新的方式让玩家下来下来 这样当游戏试图编着色气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跳过 直接从硬盘里的缓存调用 意思就是 Valve让你直接从服务器下载你游戏需要的缓存 来缓解卡顿 非常厉害 靠这个方法 Valve作为一个硬件厂商 替游戏开发者做了专门为Deck的优化 这真的得是同时控制硬件 软件和游戏商店的Valve才能办到的事 关于软件 最后还有一个针对国内用户的问题 就是网络 这个真的很头疼 我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除去下载游戏 所有跟Deck相关的 比如系统更新 商店购买 预缓存更新 基本都至少需要加速器 当然游戏直接从国内的服务器买下载的话 速度很快 但是其他服务就要靠大家根据自己的网络状况 各显神通了 SteamDeck的软件部分整体体验下来 我觉得SteamOS真的做了很多很用心的地方 但却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 之前天下来我经常碰到不明原因的断网 闪退 卡顿等问题 一般情况下重启就能够解决 但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由于出现的时机不可预测 出现的原因并不一致 实在是容易让人失去耐心 总而言之 SteamDeck的软件做得很认真 很细心 但还远远不够 最后总结一下 很多人喜欢把SteamDeck跟其他掌机比 比如Nintendo Switch 我觉得他们是秉承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 面向完全不同用户群体的两种产品 甚至互相应该都不是做竞争对手 Switch包装红红的 长得像个时尚单品 躺在大商场的货架上和专卖店里 等着路过的家长买给孩子当作礼物 Deck是啥 一台Linux PC 购买方式需要用Steam账号在官网上排队抢 没有实体店 机器黑黑一大个 复杂到连Nerd都需要研究很久才能玩明白 细看SteamDeck的现状 在这么多天的体验里 它让我的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它起收价格极低 用Gpump自己的话说 要实现399的价格非常肉疼 而且硬件性能最强 除了续航不行 其他各方面没有什么短板 我每次在Deck上打开正儿八经的3A游戏 甚至都不需要调低画质 它都能够流畅运行的时候 我简直能笑出来 大呼神奇 但另一方面 它的软件真的可以说是个半成品 不仅用户体验参差不齐 它们的认证游戏列表也不能完全信任 我用SteamDeck的时间里 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研究联网 查资料 Debug 以及和大堆游戏的流氓启动器搏斗 即便如此 我依然认为它是很多年里意义最重大的游戏PC 因为Valve已经拥有了PC平台上最大的游戏分销商Steam 市场份额高达75% 现在它又非常有机会卖很多很多台Deck 让它变得像一个主机平台一样 不容忽视 SteamDeck的宣传 发售 硬件设计 软件更新等等的流程中 Valve作为厂家的态度 非常让我欣慰 从很早就开始邀请媒体体验 自己发布拆机视频 采用易维修的硬件设计 到Steam生产进度的更新 以及最近几乎每三天就有一个软件更新 我们就能发现 Valve是一个特别拥抱社区 公开透明 而且善于倾听的公司 这在2022年的科技和游戏行业 都是非常稀缺的品质 他们承认自己的软件功能依然有待完成 并且在积极改进 同时不断倾听新拿到Deck的消费者 给予的反馈 所以我本人对SteamDeck的未来非常期待 在疑惑难求的现在 说值不值得买 好像没有特别的参考意义 但要我给他写个评语的话 我觉得SteamDeck 它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表现得近乎完美 它的硬件几乎史诗般强大 虽然它的软件还远远没有完成 但它确实已经很接近 那个梦想中的PC掌机 好了 这期视频的时长已经非常长了 我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 还有诸如安装Windows 国服网游 Linux桌面模式等等方面没有讲到 只能留到另外一期视频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